新年快樂 歡迎收看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沛貝 新聞一開始想要帶你來看到 不少宮廟會在過年的這幾天抽國運籤 曾經抽籤預言 台灣會出女總統的台南南昆森戴天府 049年都有舉辦抽國運籤的活動 上午也依照鼓勵拔筊抽籤 結果整層抽完 這60筒签 這個60支籤竟然沒有一支 是獲得三個醒筊的 所以最後廟方就宣布 今年南昆森的部分是沒有國運籤 可以說是史上頭一次 至於台北大龍棟保安宮這邊 湊出的國運籤是擠 而盧州的永蓮寺也是上上錢 至於昨天晚上除夕夜的重頭戲 是各個宮廟的搶頭箱活動 我們要先帶你來看到 是江華南邀宮的搶頭箱 在昨天晚上11點開跑 在活動之前就吸引了大批民眾來排隊 不過開跑之後大家爭先恐後 有不少人跌倒了 而今年幸運搶到頭箱 是一位新北市盧州的遠景 他說他平常就有在練跑了 將近有一部分會捐給弱勢家庭 至於嘉義新港鳳天宮 這個搶到頭箱的是一位27歲的業務員 他說今年是第二次來搶頭箱了 這一次終於突破重圍 他說他的願望就是希望今年可以交到女朋友 至於在台中鎮藍宮 是一位來自桃園的林先生拔得頭籌 發燒話題來關注大年初一還要忙什麼呢 很多人忙著到百貨公司抽福袋 今年就有好幾家業者祭出汽車大獎 優秀的是在高雄有一間百貨公司 抽中汽車頭獎的民眾 他之前也中過機票 非常有偏財運 而台北有一間百貨公司的福袋頭獎 是獎金50萬的現金 幸運抽中的民眾就說 他要拿這一筆錢帶家人出國 除了收福袋也可以買彩券來試試手氣 在雲林麥寮就有一間彩券行 幸運的刮出了今年第一個兩千萬大獎 中獎人非常的興奮 而頭一天這間彩券行 又刮出了一百萬元的獎金 財運超旺 也有很多民眾聞風而來買彩券 看看能不能也碰上彩神爺 大年初一應該也有很多人外出去走春了 中部各大景點都擠爆了 來看到彰化鹿港老街這邊 湧現了大批的逛街人潮 而南投的遊樂園人也非常的多 西投這一間就舉辦了妖怪慶典 充滿了濃濃的過節氣氛 另外台中知名的遊樂區也是人潮爆滿 九天連假 估計這入園的人數可以突破30萬人次 至於在南台灣高雄這邊熱鬧的景點 岡山之眼 在豐原兩個月重檢之後呢 現在大年初一重新開園了 一早就有上千人在排隊 雖然現場是下著綿綿細雨 可是還是沒有交襲民眾的熱情 市府也為了配合春節重新開園 從大年初一到初六 每一天前88名遊客都可以免費入園 還可以拿到限量的藻子 讓民眾有小驚喜 好連假來到了第四天 國道在今天湧現車潮了 尤其在國道5號一早就塞爆 時速都不到30公里 像是一個大型停車場一樣 另外國道1號跟國道3號 常常擁色的路段 包含了湖口院裡等等 時速也都不到40公里 交通部長林佳龍 今天就特別到行控中心來視察 也特別錄了隧道廣播 希望用路人可以留意車速 大年初一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沒有閒下來 他到板橋發福袋 順便幫立委補選候選人余天拉票 結果意外碰到了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挺自家的參選人 不過大咖輔選不只有蘇貞昌 下午總統蔡英文發福袋也跟余天同台 至於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他也陪著立委補選參選人鄭世維 也要趁過年期間拉抬選情 總統蔡英文的行程也非常的滿 一早就在台北的絕修宮發福袋 還有人特別從基隆搭了最早的火車來排隊 就希望可以拿到總統的祝福 人氣炒航 大年初一大家搶破頭了 還有這個南投紫南宮的新春前幕 可以看到今年排隊的人龍呢 超過7公里多達4萬多人都來到現場了 而排第一的是來自基隆的蔡小弟 他說昨天晚上就跟爸爸媽媽在這裡排隊 在這邊搭帳篷煮虎鍋 你一夜飯就在這裡吃 說是好玩又新鮮的體驗 求了求財運也有人想求好姻緣 台中就有一間月老廟拜月老的方式非常的特別 不只拿香拜拜 向月老祈福必須要用寫信的方式 廟方就說用信指來取代禁止是比較環保的 而民眾的願望也可以清楚的讓月老知道 大年初一出去走春也要找個地方來遛小孩 我們推薦您在台北的松山文創園區 這邊一口氣有7個展覽同時登場 尤其像是米奇、櫻桃小丸子 還有角落小夥伴這些熱門的卡通人物 一次通通都集合起來在這邊了 吸引了不少大小朋友一起來拍 連網美都說這邊超好拍的 只是想要拍出最好看最獨特的照片 應該就要請教我們的主播房葉涵了 他特別造訪一個網美餐廳 應該找到了專業的網美 繼續要教大家怎麼拍出專業又好看的初遊照 慶祝新年其實不只華人國家在慶祝 最近被脫稿的焦頭爛額的英國首相梅伊 他在大年初一的這一天暫時放下這個凡人的議題 在推特上面發表了祝賀新年的影片 而且還特別換上了硬頸的大紅色外套 向全球的華人來拜年喜氣洋洋 這張全球華人在歡度農曆新年的同時 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他們的燈光節登場了 40個燈光裝置把哥本哈根裝點著美輪美奮 而為期24天的燈光節 剛好碰到了我們的農曆新年跟西洋情人節 因此會在當天特別安排活動 這一次9天連假應該有很多人往熱帶國家去 像是太平洋島國柏流著名的水母湖 在這邊就有幾百萬隻的無毒水母 更是這個浮潛愛好者一定會去的浮潛聖地 可是前幾年因為造訪的人太多了 導致水母數量漏減 2017年5月開始暫停對外開放一年半 直到去年的10月才重新開放 繼續要透過我們華盛新聞的鏡頭 帶來遊覽全世界可以跟動物共有的景點 繼續來看到大年初一搶頭箱 是不少大廟的習俗 不過搶頭箱總是有一定的危險程度 在桃園南崁這裡 吳福宮這邊頭箱是不用搶的 即時一到人人就會把箱傳到箱樓的旁邊 再由廟方統一插箱 就是希望可以避免推擠 讓大家新的一年一開始就有好心情 好在宜蘭這邊有全國唯一的跨年首歲晚會 由藝文團體接力粉末登場 陪民眾來迎新年 縣長林子廟還跟打擊樂團一起來搞笑合奏 不過就在這個重頭戲 有點火起火的時候 火一下子就燒得非常旺 這風一睡還差點燒到工作人的頭髮 還好最後是有驚無險 而縣長林子廟也說這火旺是好兆頭 代表新的一年宜蘭會很旺 在日韓海域常常見到的童早 它的生長速度非常的快 一天可以長一公尺 數量過多的話 可能就會害這個漁船的引擎受損 讓漁民非常傷腦筋 可是最近同早被發現 它有豐富的核藻素 是可以預防流感、控制滑粉症 甚至還有減重的功能 也讓它搖身一變成了健康料理 也成了漁民現在另外一項收入來源 因為景氣下滑的關係 今年過年中國遊客沒有到日本爆買 而是改為狂吃 尤其是狂吃日本的河豚 之前在香港街頭 不時可以看到野豬出沒 很多人覺得這是好兆頭 因為今年是豬年 可是這些野豬呢 在市區逛大街亂翻垃圾 甚至還曾經傷人 現在官方就擔心 野豬還可能會染上非洲豬瘟 如果爆發疫情後果不堪設想 現在除了嚴密監控 也呼籲民眾不要隨便喂食 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明天就是大年初二了 其實蠻適合出遊的 我們先從衛星圖上面來看 明天東北之風減弱水氣減少 所以可以看到台灣上空幾乎是沒有什麼雲 全台都有機會見到陽光 不過在東半部還是要提醒您 會有局部短暫雨 氣氛方面明顯回升了 我們從溫度趨勢圖帶大家來看到 以北部來說明天開始呢 白天可以來到26度 甚至後天可以來到27度 但是要留意日夜溫差大 入夜跟清晨 地位可以看到大概都只有17度左右 可是好天氣呢 預計只到週五 因為東北季風開始影響 第二波就要報導了 氣溫會明顯下降 又要變天 至於中部的部分呢 明天高溫有27度 後天甚至有30度 可是晚上一樣會掉到18-19度左右 南部地區也是 白天有27-28度 可是晚上大概在21度上下 整體來說都是白天溫暖舒適 可是天色一變黑就會明顯有涼意 早出晚歸的朋友可以採洋蔥室穿搭 冷熱都方便穿脫 最後氣象小叮嚀要提醒您了 明天水氣減少 各地都是多人稻情 可以安排到郊外走走 可是在東半部的朋友 可能就要攜帶雨具備用 西半部要留意日夜溫差大 白天溫暖甚至會覺得熱 但是到了晚上又偏涼 另外由於風速偏弱 再加上逐漸回暖的關係 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在西半部跟金馬地區容易起霧 有要開車的朋友要留意路況 而明天在中部以南 空氣品質還是比較差的 短時間還可能會達到紅海 如果長時間在戶外活動 提醒您最好戴上口罩 新聞最後帶您來到 中國遼寧的海洋公園 來看看動物們是怎麼過新年的 想必牠們可以吃到喜歡的食物 應該就是最棒的新年禮物了 同時也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在這邊華視新聞也要祝大家 祝年行大運 祝事如意 我是連佩佩 我們明天見